各位朋友大家好,這次我在台灣一住就是兩個月 有點不想走了,因為台灣人很禮貌友善 台灣的社會很平和有序,生活也相當舒適方便 所以有一些留戀忘返,樂不思俗 但是也發現台灣有一些大問題,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很多台灣民眾 對大陸的情況嚴重的不了解 本來我以為台灣是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資訊發達,民眾一定會接受到關於大陸的一些正確的信息 因為大陸離台灣很近,大陸所發生的事情 對台灣人的命運會有直接的影響,怎麼能不了解呢? 但是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台灣人真的對大陸的情況 非常非常的不了解 有一次我去逛夜市跟一個攤販聊天 他說大陸經濟現在發展的很好,比台灣人有錢多了 還有一次坐出租車,司機對習近平簡直是崇拜的五體投地 說他領導中國經濟發展太好了,台灣有這樣的總統就好了 我小區還有一位老大哥,有時候我跟他聊聊天 他說台灣經濟的過去幾年不發展 主要的原因就是跟大陸的經濟交流合作太少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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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訝 台灣資訊這麼豐富的地方 老百姓怎麼會對大陸有這樣的誤判呢? 後來就想可能是不是這幾個人是個特例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台灣的民調 一般來說民調是比較真實的反映民意的 第一份民調我查的就是台灣陸委會官方機構 在2017年年底所做的一個民調 那份民調顯示有85%的台灣人 他們是贊成推動兩岸的經濟交流合作的 45%的人覺得現在的交流合作太慢了 還有一份民調是台灣民意基金會的一個民調 這份民調顯示有六成的台灣人對大陸經濟發展看好 說中國很有錢,中共很有錢 有50%,接近50%的人他們對中共並不反感 另外還有20%的人對中共非常讚賞 加起來是70% 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他們不瞭解大陸 他們認為台灣的經濟很差,大陸的經濟很好 因此希望台灣能夠跟大陸更多的合作 依靠大陸的資金、大陸的市場來發展台灣的經濟 實際上他們不知道真實的情況是 過去這幾年台灣經濟雖然不好,但是大陸更差 就拿人均GDP來說,台灣的GDP是25000美金左右 而大陸只有8000,而這8000還是有水分的 大家都知道大陸的統計數據是有水分的 台灣的GDP,人均GDP是大陸的3到4倍 怎麼會大陸更有錢呢? 當然了,這個大陸地方大,人口多 GDP的總量肯定是要超過台灣的 但是台灣人不知道的是大陸的負債 總負債也是更高的 他們總負債是GDP的300% 台灣人不知道,絕大多數的大陸人他們是很窮的 他們沒有醫療保障,得了大病,中產階級 一夜之間就變成窮人了,窮人就只能等死 台灣人不知道,中國很多的老年人 尤其是農村地區的老年人 他們根本就沒有足夠的養老金,老無所依 有些地方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就達到30% 一旦得病了,就必須得自我了斷 城市的老年人也好不了哪去 所以今年有14個省的社保基金出現了大規模的赤字 很快城市裡面老年人也有可能就拿不到養老金了 台灣人不知道過去的半年多 就有超過500萬大陸的企業倒閉 新增加的失業人口那是以千萬計 今年這個大學畢業生就有800多萬 超過一半的人找不到工作 更嚴重的是大陸經濟不僅僅是現在很差 今後還會越來越差 因為大陸經濟差的這個現象它不是展示 它是由這個畸形的經濟結構引起的分配不公 造成了貧富懸殊,窮人太多 大陸的國內市場就不可能發育完全 所以說嚴重的依賴國際市場 尤其是依賴美國的市場 現在貿易戰一開打 大陸不能夠再向美國大量的傾銷產品了 不能夠像過去那樣佔領美國市場了 畸形的這個經濟結構它是難以為繼 大陸經濟下滑最後的結果就是整體經濟崩潰 崩潰這個崩潰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這些情況多數的台灣人並不知道 我告訴大家2019年很可能 就是中國經濟崩潰的一個年份 大家記住我的這句話 中國的經濟很有可能在2019年就崩潰了 這些民調還顯示差不多有70%的人對中共不反感 甚至有20%的人對中共非常的讚賞 這就是因為他們對中共完全無知 完全不了解 他們不了解中共在過去60多年的執政當中 讓幾千萬中國人被迫害致死、被餓死 他們不了解現在中共政權仍然無視人權、沒有法治 他們是一個類似黑社會的政權 他們隨時都可以強徵老百姓的土地 隨時都可以強拆老百姓的房子 他們隨時可以把無辜的人關進監獄 新疆在一個地方就有上百萬的人被他們關起來了 關進了集中營 即使是在大陸的台商 他們也好不了哪去 他們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他們在一個沒有正常的秩序的市場當中做生意 要想在那做生意 他們就必須向當地的官員行賄 必須偷稅漏稅 因為這樣他們隨時都有可能遭到關押 而且關押之後絕對不會得到公平的審判 那是任人宰割 所以很多台商的財富 他們都被大陸的官員剝奪侵吞了 就在東莞一個地方差不多就有700個台商 現在還被關到監獄當中 也有不少台商僥倖地逃跑了逃回了台灣 他們在台灣組織了一個大陸台商受害者聯盟 大家可以去谷歌一下他們的資訊 從中一定可以了解到很多大陸黑暗的情況 對於這樣一個跟土匪差不多的這樣的中共 這些友善的講道理的台灣人 怎麼會對他們讚賞有加呢? 怎麼會對他們不反感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對中共無知 台灣還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很多的政治人物他們非常親共 如果說普通百姓對於中共的態度是出於無知 那麼這些台灣政治人物親中 那就是出於無恥 他們不可能不了解中共 中共一直在威脅要武力統一台灣 他們一直在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 一直在破壞台灣的民主制度 中共是台灣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敵人 最凶狠的敵人 你作為台灣政治人物 怎麼可能不了解台灣唯一的敵人呢? 既然了解了那為什麼還會親共呢? 只能是一個解釋 就是因為他們很無恥 舉個例子 台灣有一個軍共教聯盟 不久之前他們的一位姓王的副主席公開說 大陸的民生和經濟迅速發展 比台灣強多了 那現在台灣人民恨不得中共打過來 哎呀這個混賬 民進黨政府確實是撿了你的退休金 但是你也不至於為了這點錢 就希望中共共軍武力犯台嘛 他還不算是最無恥的 比這個王副主席更無恥的是 國民黨的聯副主席 從2005年就開始連戰 一共是19次訪問大陸 每一次都得到大陸最高層的接見 每一次他都要藉助中共的聲勢 來威脅台灣人 打壓台灣人的人民自覺的這個權利 他最後一次訪問大陸是今年的7月份 也是得到習近平的接見了 大陸民運當中有一批人 人叫做民國粉是主張恢復中華民國的 過去對台灣的國民黨很有期待 連戰第一次訪問大陸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冒著被關的危險 去跑過去跟他陳情 現在這些民國粉對國民黨都死心了 對他們的親共行為更是從心底裡 非常的鄙視 今年跟連戰一起去大陸的 有一個台灣的名嘴叫做黃志賢 他在台灣的中國時報上面撰寫文章 應該是今年7月5號的 對獨裁者習近平 極盡惡於奉承之能事 比如他說 習近平用習式的語言魅力 把話說得非常的明白 很有穿透力 我靠,這個馬屁拍的真是令人作偶啊 誰都知道習近平只有小學畢業生的水平 平常人平常講話都要拿個稿子來念的 這個馬屁經居然說世界上居然還有一種 叫做習近平式的語言魅力 明白穿透 不要這麼噁心人好不好 連戰的這個跟班不僅噁心 而且還非常惡毒 他在文章中說 習近平接近連戰是對台獨的最後通牒 他說台灣真的沒有多久可以混了 幾年以後 當台灣的GDP成為只有大陸1%的時候 兩岸難道還有談的空間? 哎呀難以想像 台灣這個拿著副總統 前副總統拿著台灣人的錢來恐嚇台灣 這本身就是一種背叛 更何況他掌握著大量的台灣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 說他不會出賣台灣 任何有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 像他這種人在台灣還有不少 台灣的立法院應當是制定一條法律 禁止台灣的高官、退休的高官私自訪問大陸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中共還沒有放棄武力攻擊台灣 中共還在用武力威脅台灣 中共這個時候他就是台灣的敵人 就是威脅台灣的一股勢力 所以說任何掌握台灣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的官員 絕對不能夠不應當私下的跟中共接觸 跟中共接觸就是通敵 從總體上來講 這個泛南陣營當中親共的人是多數 只不過是程度有所不同 大多數泛南陣營的人可能沒有連戰這麼無恥 但是他們都認為不僅要在政治上和中共多交流 而且要藉助大陸來發展台灣的經濟 這種想法在過去的這次九合一選舉當中 看得非常明顯 他們在這次選舉當中藍營是取得了勝利 如果他們真的有機會要這麼做 要讓台灣的經濟更加的依賴於大陸的市場 那將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災難 因為大陸的市場現在正在坍塌 台灣對大陸市場依賴的越深 將來所受到的損失就會越大 在經濟政策上面 過去李登輝所提出的借籍用人 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可惜的是當年就有很多台商奇功近利 沒有聽李登輝的勸告 那批台商中的一部分人現在已經嘗到了苦果了 他們的財產被侵吞了,人生被損害了,受到了威脅 那一般的中小台商在大陸幾乎可以說是任人宰割 任人餘肉 更讓人痛心的是現在還有一些台商 還有一部分人準備前赴後繼向大陸進發 因為他們對大陸太不了解了 他們看到大陸遊客在台灣大量的購物 就覺得大陸人很有錢 他們不知道在大陸有錢的只是一少部分人 他們只看到大陸到處都是高樓大廈 就以為大陸是經濟繁榮 他們不知道那個是虛假的繁榮 是經濟其外、敗去其中 表面上的繁榮隱藏著致命的危機 本來一些台灣民眾對大陸很無知 再加上這批無恥政治人物 這批名嘴推波助瀾 台灣人就很容易誤判大陸的形勢 最後上當的就是台灣的那些商人和企業 吃虧的就是台灣的經濟 將來受害的也會是整體所有的台灣人 因為大陸經濟崩潰之後 台商的投資會血本無歸 那麼依賴大陸市場的台灣企業就會走投無路 大陸經濟一崩潰,台灣的經濟也會受到相當大的損害 每個人都受損害 老實說到現在台灣要想全身而退 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大陸隨時都會崩潰 現在台灣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盡量的減少損失 愛護台灣的團體和個人 包括民進黨,包括台灣政府 都應當做幾件事情,快做 第一就是一定要開展一場對中共的宣傳反擊戰 中共是非常善於宣傳的 台灣必須得反擊 必須得讓台灣人了解中共的暴政 怎麼樣反擊呢?台灣的NGO、政界、學界的一些人士 要通過主流媒體、通過自媒體多多的宣傳 台商在大陸受害的案例 揭示大陸經濟衰敗的真相 破除親共團體宣傳的那些假象 台灣人了解了真相就會做出正確的決定,就會遠離中共 在這方面台灣做得非常不夠 即使是有一些揭示中國實情的一些政論節目 但是都是很零散的,沒有系統 所以說我希望他們做得更多 包括蔡英文總統他是太拘謹、太學究器 如果他像川普那樣直接對台灣人講話 告訴台灣人大陸的情況,效果一定會很好 第二點就是要盡快的敦促台商,迅速撤離大陸 再不撤離就會成為中共的陪賬品、殉賬品 第三點就是要督促台灣的企業民眾 把手上的人民幣資產趕緊換成台幣或者是其他的硬通貨 中共的經濟一垮,人民幣會變成廢尺,所以說趕緊換 我相信將來中共倒台之後 無論是台灣獨立還是和大陸統一 台灣的民主都會將對大陸的制度建構起到指導作用 台灣所保存下來的中華文化的精華 也一定會為大陸文化重建提供一個範本 台灣越安全越繁榮就越有能力幫大陸走向自由、走向民主 所以我希望,我們努力讓中共垮 我們也希望台灣能夠保存實力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再見!